吉田蒙先生 大家都知道是日本 一個很偉大的政治家 然後把日本從廢墟中 重新建立起來 成為一個反應的現代華國家 他有高深遠大的眼光 堅決主張日本 應該站在自由陣營的一方面 並且不斷地治理 促進我們中華民國 和日本的親善友好的關係 編定兩國合作的基礎 可惜他去年12月20 不行這個事實了 這個可以說是 不僅是日本的重大的省事 也是中華民國和自由時代 不破密布的一個省事 這次作成首相 代表誘人 發起一個追思的一個機會 來追到吉田先生 我們同時呢 還要把他送到這個區鮮池去 這個入室 所以嘛 在18號呢 有一個集會 20號呢 還有一個 典禮 本人這次 奉搖去參加這個典禮 因為我是國人 從這個吉田先生的公與私交 都應該啊 專程去的是這個參加 來重申還原的一次 所以今天這次去日本呢 完全是這個 求美女長您這次到日本去啊 正好是在這個中日合作特定會議 剛剛結束的時候 所以除了參加吉田的這個中年地點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意義 我今天到日本 明天下午啊 就是這個中日合作特定會的歡迎會 當然啦 學天前我們在這裡聚會 他們所發表的聲明 以及他們呢 離開台灣以前 對於國會吉田先生們 所發表的感想 那麼我都記得啦 這一次這個會很成功的 那麼這次我到了那邊 他們歡迎我的時候呢 我還想把我對這個中日合作特定會 未來的 應該這個陸地的 這個方向啊 和我們應該做的工作呢 再加倍地 那共同來這個監討啊 來這個共同來陸地去做去 謝謝美女長 謝謝 謝謝 沒有了 謝謝 謝謝 鑽